再来看到这个事件到现在22天了 那么又爆出来 蔡玉璇爆瘦了有4公斤 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穴 那么昨天蔡玉璇因为吃安眠药 吃到出现梦游的情况 让姐姐非常的担心 所以赶紧带她去看医生 两姐妹肩并着肩漫步走出医院 手上还拿着刚从医院领到的药包 仔细研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看到摄影机姐姐蔡玉璇 立刻拉起妹妹蔡玉璇的手 快步往前走 最近就是压力比较大 都比较睡不着 找她来看医生 那妹妹照上怎么样 就是晚上可能都睡不太好 都有介绍医生 没有就是我老公的大学同事 正好是那个精神科医生 就来找她这样 姐姐蔡玉璇连忙开口 替妹妹回答问题 来医院是因为蔡玉璇这几天 受到先生高国华事件影响 天天失眠 之前因为吃安眠药过量 甚至出现梦游的状况 这一次不好意思 不好 不好 对 怎么说 就是可能很难说 压力很大啦 真的谢谢大家关心 压力很大 脸色有些苍白 看得出来蔡玉璇的确有点疲惫 承受莫大压力 让姐姐蔡玉璇看了好心疼 没有很心疼 会啦会啦 真的 那最近会想要陪妹妹就是一起 就是可能去她家 会我们每天都在一起这样 我觉得她还是要家人支持 对谢谢你们谢谢 相较之下嫁得幸福 但看到妹妹婚姻受阻碍 姐姐蔡玉璇还是一路相伴 希望多少能够替妹妹分担 情路受闯的痛处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